大家好 欢迎回来深圳看房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大家看到远处 谁说我们瑞士们树少的 你看这么多的树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L型的豪宅 那说豪宅是因为它从外到里都散发着豪宅的气息 但它的价格却并不是豪宅的价格 所以我就问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就赶紧联系我吧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豪宅 也是大铁门在那边是滑动那种不容易坏 然后这边是一个人可以走进来的这种门 那么我们看到了进来之后 你拥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前院 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个花坛 你看这个绿植座的层次有佳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的草坪在那边 然后这边侧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树这种植物 在这边会让你的整个前院会特别的有升级 然后整个前院通常来说在Richmond 大家会做成一个放一个篮球架 大家可以打打篮球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标准的L型车库了 那么这边是一个单车库 这边是一个双车库 那边还有一个门可以走进去 走到这些水房 待会我们上里面就可以看 另外这两边一个拱形加上一个罗马柱 非常传统的这种样子 然后我们看它周边这种感觉 其实屋主对整个房子维护是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些地方都是一种木板贴片在上面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上面一个很大的圆 很大的这种拱形的玻璃增强了里面的通光 那么我们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木板双开门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 这种感觉 好 就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门铃在这边 都非常的应景 跟它的整个的装修风格非常的融为一体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进去来看一看吧 好 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豪宅 大部分的豪宅 它的客厅和它的这个餐厅 它都是这样梳着的 那今天这个拱形是我非常喜欢的 左边就是我们大大的餐厅 那右边呢就是我们的客厅 那这种感觉呢 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对称 左右两边这样看起来很舒服 而不是一边是那种带门的书房 当然了各有千秋嘛 我更喜欢这种 那么这边呢就是客厅了 一个大大的壁炉 加上它整个的这些雕花 可以看出来都是非常的好的质量 再加上它16尺高的这种条高 然后这种小的这个spotlight上面 就显得这个赠位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边放几个网红的椅子 沙发中间放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乐高玩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那这样的话呢 平时朋友来了 我们在这边聊聊天 聊到甚晚的时候呢 大家想坐在一起喝个茶 吃个饭怎么办 就走路啊 一步到这边餐桌这边 妥妥的吃饭 那么吃饭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上菜嘛 所以中厨的门在这边 西厨的门在这边啊 马上可以把菜上来 这个上菜就是要非常的有效率了 另外一点呢 我非常喜欢的是 它在正中间有一个很方正的玄关啊 这个玄关放在这里面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棒 但是我就觉得哈 为什么这个玄关这没有画呢 下次我在看房的时候 我要自己带一个这样一米长一米宽的这样的画 我的字画像在拍之前我把它挂在这 每一次都能看到我自己 是不是很棒 然后这边呢 可以像他一样放一个悉尼歌剧院的这样的一个乐高 或者你在这边放一些装饰品呢 都可以 这就是一个非常自定义的空间嘛 那么既然我们刚才讲了中厨西厨呢 我们就来这边开始说哈 我们现在呢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中厨 这个中厨呢很大很长 很长呢就能保证了你的操作间 你的操作台可以很大 试想一下对吧 大儿媳妇儿二儿媳妇儿三儿媳妇儿四儿媳妇儿啊 都在这边开始做菜哈 像奏乐一样非常的棒 当然了也可以是大女婿二女婿三女婿四女婿啊 我们保证男女婷的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方态的抽烟剧 这两年在温哥华可以说啊 不要太火 加上这个就完全可以供这个大的炉灶啊来使用 激励超大 然后我们看到它这样的这个 这个柜门呢 其实我觉得做的还蛮漂亮的 这种其实都需要额外的这个工艺啊 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是比较追求啊 现代风那种直角的 其实这样的真正的它的工艺呢 会更好一点 那这边呢同样也有窗户 你看到自己家的后院 而且是一个树墙 保证你的隐私你一洗碗的时候 从来就再也不会被邻居家发现了 好这个呢就是中厨 它的中厨呢 也同样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 非常的棒哈 我们一步到西厨这边来看一看啊 我觉得对于华人来说 西厨真的就是一个摆设哈 但是摆设也要摆得很漂亮 大家看到thermater啊 非常工业级别的变冰箱 而且双开门 这面应该是很大的 我不给大家打开了 如果小朋友想喝水想吃冰 在这边直接可以解决 这个可以做非常的贵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烤箱啊 微波炉啊 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电磁炉嘛 然后还有抽烟机 像我跟大家讲的 非常的干净 连个印度都没有 我打赌他们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 就像我家的电磁炉一样 从来没有用过 你买了这个西厨基本就是全新的 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展示棍啊 大家看到了 这个屋主呢 我觉得他整个对于这个房子的保养呢 还是非常的好看 他愿意把茅台放在上面展示啊 你就说吧 是一个多么注重保养的人 然后这边呢也是洗手池啊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窗 我看到后院我们就不赘述了 然后他的中导也很漂亮 这个中导呢很大 大到了他这边可以放柜门 这边还可以放酒柜的这种冰箱啊 而且也是双开门 这种造价也比较高 OK 然后他这个酒柜呢 在这边呢还是有很多储物的空间 所以大家如果住在这个房子里 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任何储物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一个这个监控台啊 还有一些日常的东西 你可以放在这边 一些不怕 不需要放在冰柜里的红酒啊 你可以放在这边作为珍藏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感觉呢 是非常的实用 也很高端大气 接下来呢就是还没有跟大家讲的 这个家庭厅了 家庭厅非常的方正 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 看看这个长长的壁炉 非常符合现代的审美啊 再有呢就是你的电视呢 不必放的太高 我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跟大家讲话 通常都是扬着脖说的 就是因为平时在家庭厅 你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扬着脖 因为我那个壁炉是方的 然后我那个电视大概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看起来就很很舒服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超前 后院呢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一样 因为我们有两人高的这种树墙啊 大家看到哎非常隐秘 你在这边烧个烤啊吃个饭呢 就完全不会出现那种 大家互相看到对方的那种尴尬的情况 而且它的这个草坪大家看到维护修剪的非常的好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 如果大家想要种点农作物呢 就可以在这边搭点东西啊 它种的豆角啊种的西红柿啊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烧烤的话呢可以放在这边烧烤 哎这边可以放一个桌子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上楼上来看一看啊 上楼之前呢我还是要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它的书房 一个豪山怎么可能没有书房呢是不是 那它的书房呢是在这边 那这边呢是一个房间啊 大家如果有老人啊想住在这边 或者有家里有佣人啊阿姨住在这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OK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呃一个洗手间了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书房 大家可以在这边办公啊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 你弄一个L型的大的写字台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它的水房了 洗衣烘衣机 上面放个板子还可以接衣服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呢就是车库了车库呢就是标准的啊三车库啊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在这边 你看看它所有做的这个手工啊 这个腰线做的你看这栏杆做的非常的结实 然后这个在地板上呢很多小伙伴会担心说孩子在地板上走不安全怎么办 你看它特地铺了一个红地毯啊来防止大家滑倒非常的棒 首先呢这边呢是一个套房啊 所有楼上四个房间都是套房啊 我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你看 这个套房放个king size的床一边一个床头棍 是不是还显得足足的富裕啊衣柜在那边双开门了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大了 然后这边这个套房它有一个特点呢是 它的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阳台啊 我们可以走到阳台上看一看外边的感觉 它这阳台呢铺的也是瓷砖 所以你踩起来呢也不会感觉很异样啊 你看在这二楼上感受这就是不一样哈 看着蓝天跟自己的树墙 主卧呢也是朝着自己的这个后院哈 所以它的采光呢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那边呢虽然是西边 但是我们的树墙把所有的这些啊西洋的这种啊这种不好的阳光的全都已经挡下来了 所以我们只是需要享受朝西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愉快的光线啊温暖 好这个整个的这个Master Bedroom可以说很大哈 就是非常的大 Ting size床床头棍再放四个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呢同样的也是有一个路台 这个路台呢比刚才的路台呢还要再大 那更方正一些 我觉得在这边放一个小的啊小的这个桌子 然后一边放个小的椅子 我觉得我觉得喝个茶非常的舒服 那今天风有点大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 它在整个设计上就更加人性化哈 不光是漂亮而且实用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浴室了 浴室可以说丧心病狂的大 有一种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随便摆放的哈 浴缸在这边很正中间很方正 这边呢可以保证我们的采光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护露式的淋浴间了 也是一种ring shower啊上面可以通风 所以你这个门呢可以一直这么放着 很不错 而且那它应该是按摩的这种固执衣帽间 这边呢是大镜的还有两个color的水件啊在这边 我跟大家多说了 然后就是walking closet 不用多说了非常的实用 然后呢就是这边一个房间朝着自己的正门 然后那边呢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朝着正面啊 你就能随时看到街道上 朋友的车倒霉道啊 感觉很好 同样 king size 床很大很大 所以它楼上四个套房呢都非常大大 楼下的那个套房呢虽然没给大家看 但同样也是很大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richmond的一个 维护又很好的一个豪宅吧 那这个豪宅呢我自己呢可以说从里到外呢非常的喜欢 不管是它的做工它的样子 还有它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改进 我觉得都是不可多得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豪宅呢 就赶紧联系我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家双声探访 我们下期节目别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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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